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非常喜乐能够跟在线上 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聚会 我是台湾云林 无为基督徒聚会处的传道人 叫曾嘉义弟兄 感谢神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们赞美超线上的祷告会 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在主里来爱我们的神 那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那我过去大概有24年的时间 在台中全职服侍 直到2019年的7月份神带领我来到云林的府尾 那这全然是很奇妙的引导 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规划 那我对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陌生的 云林不是我的故乡 但是我们知道云林是全台湾基督徒比例最低 就是传统宗教拜拜 这种偶像崇拜的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到云林这件事情 我们就在思考在神的面前寻求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谁都不认识 只有教会少数的一些弟兄姊妹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向云林 胡伟这镇上的乡民来传福音 来认识他们 对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 我们就想说 或许我们可以透过赞美超 在公园里面运动 来接触这里的居民 那其实在台中 我在那里服侍那么长的时间 台中市也有很多赞美超的团队 有一些弟兄姊妹我认识的 像春慧 她也是非常的热衷 参与在赞美超的服饰里面 但是好像过去 神没有特别感动带领我 参与在赞美超的当中 所以我们从2019年7月 来到云林胡伟 那我们9月份就开始跳赞美超 那刚开始呢 就只有我们一家三口 就是我跟我太太 还有我妹妹 就是刚才带师哥敬拜的家会 对从我们三个人开始 那感谢主 虽然这个过程里面 也是遇到很多的挑战艰难 这当中还经过疫情 对我们始终没有放弃 所以一直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四年半 那目前我们大概早上 有2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 有一些是服务朋友 在公园里面跳赞美超 那弟兄姊妹 有的是来自不同教会的 有长老会的 有进信会的 还有信义会的 还有我们聚会处的弟兄姊妹 还有一些木道友 我们持续在关心的一些服务朋友 感谢神 那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我们赞美超20周年庆 选择在云林的斗六体育馆举行 对那这件事情我觉得 当时觉得非常的纳闷 因为据说听说全台湾有500多个赞美超的团队 那云林只有我们服务一个团队 那其实这个数据先前我也并不了解 因为说真的没有参与 就不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全台湾那么多团队 竟然会选择只有一个团队的云林 来举行 这个赞美超的20周年庆 那我们只能说这是出自审的带领跟座位 对那在这个参与在20周年庆 这个当中我觉得深深的被圣灵所感动 对所以当这个20周年庆结束之后呢 我就在祷告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好的赞美超 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跳赞美超 透过赞美超来传福音 但是在云林却是 几乎就只有我们一个教会有赞美超 我就在主人面前祷告这件事情 对那神就感动我说 要来推动赞美超 所以在去年年底我们就决定 今年要来在云林 云林有一个乡镇 要在云林来推动赞美超 对那跟总部联系这件事情 我们就决定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要举行赞美超的师资培训 地点在湖尾的长老教会 借用他们的场地 感谢神我们的目标 因为场地的限制就设定 要召三十位来跳 要召三十位成员来做这个师资培训 对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二十位报名参加 真的是神亲自来感动 各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 来回应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我昨天参加云林 牧者联导会 元月份的牧者联导会 也正式的在这个联导会中提出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也许多的教会的牧者同工 都非常的支持 也为我们这个工作祷告 所以也请弟兄姊妹 能够来纪念我们在这里 云林是全台湾基督徒比例最低 大概百分之二 甚至百分之二都不到的一个地方 我们盼望透过赞美超 让云林二十个乡镇的教会 能够来推动赞美超 在公园在教会里面来跳赞美超 来欢转云林 感谢神 那我们就来读一段圣经 加拉太书五章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五二六 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 圣语所解的果子就是 忍耐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协士 我们若靠圣语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敏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我相信这段圣经是 弟兄姊妹很熟悉的 对 那刚才我有简短分享 我们在虎为推动赞美超 建立这个团队的缘起 感谢神 在这四年当中 我们也透过赞美超 有带领人信主 受洗归入主的名相 那神借着去年十月份 赞美二十星期发光 来激励我们 能够在云林的地方 来推动赞美超 来向云林的乡亲传福音 感谢神 赞美超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 对 因为在圣经里面 教导赞美是神的儿女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四篇二十二篇三节说 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神是圣洁的 是以色列的百姓的赞美 作为祂的宝座 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万物 其实都在赞美神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祂的手段 所以祂所创造的万物 都竭力地 在发表神奇妙的作为 神伟大的工作 那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按着神的样式所造的 更是神所爱 神所救赎的 我们岂不应该更要来赞美神吗 所以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诗篇 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教导 我们要唱诗赞美神 我们要几股跳舞来赞美神 对 我们随时随地的 甚至一天七次的来赞美神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眼睛 就能够向神对焦 能够来认识神的美德 神是慈爱的 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是完全的 是全能的 对 种种的美德 当我们这样的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可以得到 而且神喜悦 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在神同在的荣耀中 来赞美神 对 所以赞美超 其实不只是一个运动 我们知道赞美超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对我们的身体大有益处 但是赞美超 不只是一个运动 其实在旧月的时代 人来到神的面前 都要献牛肚羊羔的祭 才能够来亲近神 但是今天在心里的时代 我们不再献牛肚羊羔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祂一次献上自己 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献什么呢 我们就是献上我们对神的赞美 献上我们对神的感谢 所以赞美是我们向神所献 送赞的一个果子 所以赞美是一个祭 赞美是一个祭 所以我们跳赞美超 其实就是来向神献祭 不只是说 我们的肢体在那里 随着音乐运动而已 而是从我们的心灵里面 来透过赞美超 来向我们的神献祭 所以我们向神献祭 就是要满足神的心 满足神的心 所以我个人认为 跳赞美超 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因为我是要来透过赞美超 来向我的神 来献上我的全心 来全我的全忍 透过诗歌 透过我肢体的动作 来向他敬拜 来亲近他 所以我们赞美超 就是一个全忍全心的 来向神 奉献 第一位祭 讲到几种祭 对 那这个凡祭呢 是必须要完全烧在祭坛上的 所以我们跳赞美超 就像在献凡祭一样 是全忍全心的 来献给神 就是要来满足神的需要 对 那祭呢 讲到祭 在最后一的时代 他必须要杀牛杀牙 也就是说对这个献祭的人呢 他是需要有所付出的 你要付出一个代价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跳赞美超献祭 献上这个赞美的祭 其实我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 我在这四年的 这个推动赞美超里面 也先生的觉得说 哇 这个跳赞美超 我们的推动赞美超 透过赞美超来传福音 其实也是要付代价的 要付上时间的代价 有时候天气很寒冷 那你需要很早 到公园去跳超 那可能参与的人很少 像刚开始我们只有三个人 我曾经 我们 有一次是我 我去了美国 然后我们赞美超 只有两个人在跳 那时候才刚开始的时候 哇 这个对我们的信心 和持守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对不对 我们会不会就信心软弱 说哎呀 今天天气不好 今天人很少 我们就不要跳超了 对 即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放弃 就是在线上跳超 我们在教会里面跳超 然后愿意参加的人 他们就上线 跟着我们一起跳超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 我们跳赞美超 把它当做一个侍奉 用一种侍奉的态度 我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献祭 我愿意 为了要满足神 来付上这个代价 对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 一个神所喜悦的态度 感谢神 当我们向神献祭的时候 刚才提到说 我们是要满足神的心 但是神的心是 祂喜悦这个祭物吗 没有其他人 因为神的心是喜悦 我们这个人 对不对 我们愿意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是祂所造的 更是祂所爱 牺牲祂的爱子 基督耶稣 所救赎的儿女 神的心其实是在 我们这一般 向祂献祭的人的身上 这一般愿意跳赞美超 来敬拜祂神的儿女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向 跳赞美超来献 这个赞美的祭的时候 其实圣灵就会在 我们身上工作 新约圣经里面 主耶稣在祂的教导 祂说我们要完全 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不只是 向神献祭 神也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能够越来越完全 像我们的神 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对 那这个是神的工作 这个不是我们靠自己 遵行律法能够完全 这个是神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工作 包括我们推动一个事工 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靠着人的势力才能 能够去发展的 我在去年听了 这个吴老师分享 还有很多童工 在二十多年庆分享 在二十年前刚开始 吴老师要来在神的带领之下 发展这个赞美超的事工 也是有很多的困难 他那时候已经六十几岁 已经退休的年纪了 在人想看起来 这哪有可能呢 对不对 我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做的事情 退休之后 年纪大了之后 才要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力量 但是赞美超经过了二十年 能够有这样的发展 这真的是处于圣灵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在跳赞美超的时候 圣灵会在我们生命里做工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全 更加的在主里 被它更新成长 同时赞美超的神 所要使用的这个事工 也能够因着我们的摆上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那我们所做的这个一切 其实不是为了要荣耀我们自己 我们荣耀单单是归给神 就是透过赞美超 我们来荣耀神 来尊荣神 就是来荣耀基督 感谢主 所以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 结出圣灵的果子 其实圣灵的果子 在加拉太书 那你讲到圣灵的果子 其实果子是单数的 那个圣灵的果子 那个fruit 那个果子是单数的 那个果子其实就是爱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 但是爱呢 里面有七种不同的 有九种不同的成分 就好像 现在在台湾是橘子的盛产期 我们在市场上就看到很多水果 它在卖橘子 对不对 那一颗橘子里面 有很多磅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圣灵的果子 这个爱的果子里面呢 有九种不同的 好像有九磅 有九磅的成分 忍耐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这样的来 来向神献上敬拜 透过赞美他来赞美他 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圣灵就会在我们生命里做工 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对 我相信任何一个服事的工作 都是会经历很多的考验 不是说我们凭着自己 就能够做什么 对 我自己全职服事三十几年 常常有这样的体会 其实走服事的路 全职服事的路 很容易就会有挫折感 很容易会觉得说 哎呀走不下去了 因为很多的事情 不是那么顺利 常常也觉得 好像做工没有果效 那其实这个都是 神也在考验着我们的信心 在淬炼我们对他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 让圣灵来做工 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神就是爱 我们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 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 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爱分享出去 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服事的人不是那么可爱 对我们很热情的服事 往往所得到的 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反应 对不对 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爱 我们很容易就半途而废了 我们很容易就放弃 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 如果没有神的爱来帮助我们 我们不可能来服事我们的神 感谢主 那赞美超我觉得也不只是一个 个人的一个运动 个人的一个事工 就好像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妹 能够一起在线上 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聚会 我们只有在神的爱中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一 刚才所读的圣经讲到说 我们不要贪图虚民 不是为了求我增加自己的荣耀 而是神的荣耀 我们自己无关紧要 真的无关紧要 我们不要彼此惹气 不要互相嫉妒 为什么会彼此惹气 会互相嫉妒呢 因为有比较增进 他做的比较好 他服事的比较有果效 我就要跟他增进 我心里就不舒服 就会有嫉妒 那这就不是爱 也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只有在神的爱中 我们才能够建立合一的团队 我想在任何 每一个赞美茶团队里面 我们都是在学习 彼此相爱的功课 靠着神的爱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 荣耀是单单要回给神 而且神的爱 爱是最大的力量 对不对 因为有爱 我们愿意牺牲 我们愿意奉献 我们愿意劳苦 而没有任何的怨言 所以只有靠着神的爱 我们才能够得胜 爱是永不止息 那个意思就是说 爱是永不失败的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面对那么多的困难 我们只有靠着神的爱 我们才能够得胜 我们才能够走到最后的 走到主要带领我们的应许之地 最后一礼路 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 我们要感谢你 主啊 谢谢你 新起赞美超的事工 在全世界各地 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一起透过赞美超 来向你献祭 主啊 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旨意 你的圣灵一直在引导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这个赞美超的里面 使你可以得到荣耀 并且你要做工 祝福在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姊妹的身上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爱的果子 主啊 你也使用赞美超 能够赢得更多世上的灵魂 主我们为此来向你感谢 也继续地来求你祷告 向你祷告 求你祝福在全世界各地的赞美超团队 主啊 让我们更同心合一 来兴旺福音 让我们更彼此相爱 来维持 来见证 你就是爱 你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你是真神 你是爱的神 我们向你感恩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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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Amen 我们感谢主 谢谢嘉义牧师 给我们很多的看见 在我们赞美超 我们每一个赞美超的家人 他所领受从神来的 我们都能够 帮助我们的家人 我们都能够